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忙碌的星期 非常忙 是的,好的 所以,关于中国我有很多事情想要讨论 我们先从中国谈起 你对舒尔茨访华的总体印象如何 现在我只想跟你分享 中国媒体认为它取得了很多成就 其中一个成就是解除了对德国牛肉的禁令 我甚至不知道德国牛肉被禁了 所以这个禁令,据我刚读到的 不仅仅是针对德国牛肉 今年年初,欧盟市图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 他们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禁止中国肉类 声称它不符合标准 作为报复,中国禁止了所有欧盟肉类 而现在,中国已经解除了禁令 但只限于德国牛肉 所以,这是他们取得的一个成就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在讨论中国大环境的更广泛背景 我相信你对位于中国西部的重庆市很熟悉 舒尔茨访问了重庆 这引起了很多关于他访问原因的猜测 人们认为,中国的下一步是发展其西部地区 使重庆成为一个关键枢纽 此外,中国的西部地区靠近东盟国家 再往外一点是中亚国家 这整个区域都充满了活力 那有推测说 舒尔茨词的访问旨在让德国参与到中国西部 乃至东盟和中亚地区的发展中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认为从奥拉夫舒尔茨的角度来看 这次访问绝对是必要的 德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 这些问题似乎还在恶化 偶尔工业生产数字会有轻微的改善 但总的来说很多事情都在走错方向 因此德国正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 另一方面 中国的经济表现比预期的要强 正如我们在最近的节目中讨论的 这造成料不平衡 中国官员,特别习近平 一再向德国强调他们关系的强度 强调国关系非常好 我们有良好的经济往来 美国人来了 他们试图让你们站在我们对立面 看看你们之前和俄罗斯那样做事发生了什么 对你们来说 我们的经济比俄罗斯重要得多 看在天的份上 不要再次破坏这种关系 苏尔茨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他去中国的原因之一 是向中国保证 德国仍然希望与中国保持强大 且积极的关 是,他设法说服了一些德国商界领袖 陪同他前往 尽管没有安格拉莫克尔访问中国是那么多 许多来自西门子和戴姆勒 奔驰等公司的关键领导人 也陪同他一同访问 这表明访问是令人满意的 中国人热衷于维持与德国的关系 同样 更理性和明智的德国人 希望保持积极的关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 与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相比 肖尔茨显得更为谨慎 后者因其方法而受到批评 肖尔茨避免了可能热闹中国人的行为 如提供违京请求的建议或讲座 尽管肖尔茨 给平衡们习近平就如 Torchitzin先图着行了深入讨论 从中文简报来看 习近平对舒尔茨的态度很像是在讲课 他告诉他,你全搞错了 列出了他必须做的四件事 停止让情况变得更糟 停止发送武器 停止对俄罗斯人粗鲁 坐下来与他们谈判 和平解决 这一点非常清楚 我在我的一个节目中提到 我真希望自己能是那次会议上的一只苍蝇 尽管如此 中国似乎已经 我说服了德国人 我的至少是奥拉夫索尔 我们的Fat It's a Wind Shower December Tour 而你们玩Koth 我们不会仅仅因为你们想让我们这么做就改变我们的政策 然而我们想要的,以及德国人基本上同意的,是把乌克兰问题搁置一边 我们将会进行讨讨论 而不是对中国人进行说教 或者告诉他们停止与俄罗斯的关系 这种方法允许德国和中国之间重要的经济贸易关系顺利继续 这个策略在访问期间似乎是remarried Nesaytaunt Nesaysta 重庆 Say the 7th is 最大的工业区域区 Sanary一个巨大的Tuffing V 当然我从未去过那里 但据我了解情况是这样的 他曾是中国的旧都 所以他去了重庆,一个主要的经济、工业和技术中心 中国的西部地区 这些地区过去并不像东部沿海那样发达 近年来正在发生变化 德国人想要成为这一变化的一部分 他们的目标是向中国提供机床和设备 以帮助德国经济重新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认为中国人是实际的人 他们说好吧 为什么不呢 如果你们想让我们这么做 我们就这么做 显然这不是中国一夜之间想出来的计划 中国从事长期规划 发展西部地区是他们日程的一部分 最初甚至考虑让美国参与 计划中有美国工业和投资 然而这已经不会发生了 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本来可能有很多机会 这是非常不幸的 另外在访问期间 绿党的贝尔伯克和哈贝克没有出 绝对如此 德国联盟政府因为各个部分之间根本无法相处 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苏尔茨对贝尔伯克和哈贝克感到非常恼火 他的选民基础 曾经主要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阶级 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德国还剩下多少这样的人 或者还有多少人为社会民主党投票 这是个未知数 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并不是明显或自然的盟友 这导致了紧张关系 此外 绿党与控制财政部的另一个联盟党派 自由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是非常紧张的 正如你所说 舒尔茨去中国 显著的与绿党保持距离 因此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没有加入这次厨房 更重要的是 经济部长哈贝克也没有参加这个主要关于经济的峰会 这表明而且很可能是中国人已经观察到的 尽管你可以与奥拉夫·舒尔茨达成安排 但德国作为一个整体遵守这些安排远非确定 这是因为无论个人都此事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明白这一点 我担心这将限制可能达到的合作水平 你完全正确 中国希望让美国参与到中国西部的开发中来 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我的朋友凯里布朗 她是中国问题的专家 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 她甚至还写了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书 让美国人参与进来是个绝妙的主意 这完全说得通 这不为人像刀 他们向美国人发出邀请 希望他们帮助开发西伯利亚东北部 那里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 并且他们正在建设北方海陆 像埃克森这样的一些美国公司 对此非常感兴趣 然而这种合作并没有实现 同样与中国西部的合作似乎也没有发生 中国拥有自己开发这一地区所需的所有资源 德国似乎对参与表释出了兴趣 并且Dekre探与进来 回到东西伯利亚 看了世人可能因为资源不足 而无法独自开这一地区 NIRS 他们现在转向中国寻求帮助 是的 美国不知怎的有这样一种想法 如果他们不介入 那么世界就会停止运转 对吧 看起来人们找不到其他选择 他们仍然有那种心态 他们仍然有那种心态 对 绝对于此 但是美国政策在几乎每个一个主题是更新自确的 美国人认为没有他们的参与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这可能在三四十或五十年前是真的 但在今天肯定不是真的 是的 谈到安纳莱纳贝尔伯克和绿党总体来说 他们确实非常意识形态化 不是吗 但是仅凭意识形态化 不能完全解释他们对中国的敌意 去年 贝尔伯克访问澳大利亚时 他发表了一个强硬声明 他说 中国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则构成了挑战 这个声明当然激怒了很多中国人 网民们说 嗯 中国不会消失 如果你不想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可能得搬到火星或其他地方去 所以部分原因也可能是中国根本就不想他来 现在贝尔伯克从未访问过中国 所以也许他从根本上就反对中国 但是为什么绿党对中国有敌意 特别是当中国在绿色领域取得了如此多的进步时 部分原因是贝尔伯克所说的 这与他通常的说话方式一致 这不是外交的 这对一位外交部长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来自一个应该是外交官的人 这是一个非凡的声明 冒犯世界第二大强国和最大的经济体是没有必要的 他的说话方式一贯而且始终无理 这是令人惊讶的 为什么绿党现在会变成这样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慰藉之谜 我记得绿党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 首次出现在德国时的样子 那时候他们是一个反战和平党 致力于核财军 希望避免卷入世界各地的战争和冲突 他们显然对生态问题深感关切 因为他们总是有这种技术方面的倾向 他们非 以为核财军的一种感染 而在乌克兰的一种感染 他们支持在乌克兰的战争 并在每个问题上采取最极端的亲美立场 他们似乎对俄罗斯和中国 都抱有强烈的不喜欢 例如德国的经济部长 拒绝访问德国的一个关键贸易伙伴 这个伙伴在德国近期的经济成功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真是非凡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怀疑中国特别要求 舒尔茨带着贝尔伯克和哈贝刻意起来 这看来自摩托中国人会多尼 但我认为 舒尔茨非常清楚 中国人不会高兴看到哈贝克和贝尔伯克陪同他 这让我们回到了一个根本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 在他们的历史中的某个时刻 西方大西洋主义建立对绿党的政治控制 这是如何发生的 发生了什么 我简直不知道 但在某个时候它发生了 这对欧洲来说是一场灾难 我认为 从长远里来 这将是绿党的灾 我相信这将彻底败坏的门 博士 Evit 这是有意为 是的 我记得你说的 我回忆起有一段时间 格陵和平的活动人士 他们非常勇敢 会驾驶他们的小船 围绕邮轮 他们还大大的干扰了日本的补金活动 他们非常有原则 决心保护环境 现在那似乎已经消失了 就像你都变成了 关于战争之类的事情了 我的意思是 虽然有生态方面的考虑 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内部 例如他们反对核电站 然而对于绿党来说 这种生态方面 似乎已经不如推进他们所承诺的欧盟一体化项目那么重要了 他们是欧洲联盟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 同时 他们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清大西洋立场 推广所谓的西方价值观 实际上这一位 就支持MACE member 为行刺 因此 我记得1980年就最初 我讨论是欧洲联盟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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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讨论是欧洲联盟最终的 是欧洲联盟最终的 佩特拉凯利和巴斯蒂安的死亡情况 至今未有完全解释 有人称其为共同自杀 有人对这种解释表示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绿党的现任领导人鲍伯克和哈贝克 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有传言称该党被各种情报机构严重渗透 且涉及人员被大量勒索 一些人认为凯利和巴斯蒂安被蓄移除 去世为了改变党的方向 我并不是因为有确凿证据而这样断言 但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人持有这种观点 是的,在舒尔茨访问之前 他显然与马克龙进行了视频会议 他们讨论了乌克兰问题 但由于舒尔茨即将前往中国 他们也讨论了重新平衡欧盟中国贸易关系 所以我的问题是 欧盟是否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 还是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单独与中国打交道 各自为政 我们知道 例如匈牙利与中国有着非常好 哈贝克的关系 匈牙利一直相当独立 同样,荷兰首相马克旅特几周前刚访问了中国 我还读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计划访问中国 因此,看起来各国现在都是以个别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而不是以协调一致的欧盟方式 是的 现在我想回顾一下我们上周谈到的一个观点 我们看到北京已经成为国际外交的中心 吸引了所有顶级领导人 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转变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 这将塑造未来 世界事务不再仅在北美和欧洲决定 即使是欧洲领导人也在前往北京 现在,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有其对中国的政策 这一点非常重要 经常被视为对苏尔茨感到强烈嫉妒和敌对的马克龙 对苏尔茨的中国之心感到好奇 大约一年前,马克龙自己访问了中国 并对他所经历的印象深刻 他期待着不久后能在法国接待中国领导层 习近平很可能会再次访问法国 马克龙想要肯定自己 Kerigardison-Burston-Managor 他也是欧洲的重要领导人 不仅仅是苏尔茨 梅洛尼更加引人注目 因为当他成为总理时 他采取了非常强硬的亲美和反华立场 他带领意大利远离了之前与中国建立的许多协议和关系 现在看来他正在改变方向 他们都访问中国,包括马克旅特 这表明了一种与中国保持良好、强大和稳定关系的愿望 他们不信任欧洲委员会管理这些关系 因为他们认 Taterbury the state Ti-Ti-Yu-Mary-Sol-Dang-Hit-San Wincent-Burdy-U-Mats Pedester 与中国is too 现在关于梅洛尼的访问 这是相当有趣的 来是谁 来自中国的一些分析表明 制药行业对意大利非常重要 而中国是其主要市场之一 因此有人推测 意大利自己的制药行业正在向梅洛尼施压 他们担心制裁中国和停止与中国的合作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们担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中国可能会决定发展自己的制药营业 类似于芯片行业发生的情况 当中国这样做时 它不仅会生产出满足中国市场的产品 还会成为意大利制药公司的竞争者 因此有人猜测梅洛尼想要在其他方面安抚中国 他的目标是继续做生意 避免制裁或任何可能破坏他们关系的行动 通过这种方式 他鼓励中国自由地与意大利制药公司合作 这种猜测很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哦 绝对如此 我对此毫不怀礼 这完全说得通 但是你需要了解意大利 意大利是欧盟继德国之后的第二大工业强国 以更大的工业基础超过了法国 然而意大利的工业结构与德国或法国不同 因为它由大量家族企业组成 意大利也以其品牌而闻名 我在意大利有许多联系人 这就像我的邻里一样 我的意思是 记得我是希腊人吗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接近 现在对于这些人来说 中国一直是他们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对于制药行业 还包括那些制造衣服 手表和昂贵物品的人 制造机床的人也是如此 意大利是欧盟内主要的机床生产国 对他们来说 中国是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市场 现在你需要了解的关于意大利的 不像德国人或英国人 他们对中国完全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顾虑 我的意思是 他们听美国人说 中国人试图统治世界 但我说的不是政治阶层 我在谈论的是商界和更广泛的意大利民众 他们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不在乎这些 他们在问自己的事 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对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企业 意大利和他们自己是否有利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会说 那就去做吧 这代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对俄罗斯也是如此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对俄罗斯观 习崩溃和乌克兰战争 多怀疑态度的欧洲国家的媒体环境 那个国家就是意大利 在意大利 政治辩论和对话截然不同 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另一个似乎正在努力修复 与中国关系的国家是加拿大 我读到加拿大副外交部长 大卫·莫里森计划不久后访问中国 自从2018年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以来 中加之间的关系显著恶化 从那以后 双方发生了各种冲突 他们甚至指责中国干预他们的选举 这似乎完全没有根据 我的意思是 中国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具体来说 有人建议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支持贾斯汀特鲁多 很难相信中国会支持他 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对孟晚舟事件 感到强烈的背叛感 中国对加拿大 特别是对贾斯汀特鲁多 感到深深的背叛 尽管如此 加拿大似乎正在考虑改善双方关系的方式 不是吗 这似乎是他们的意图 哦 绝对如此 这种情况凸显了加拿大的巨大误判 他们与美国结盟 只是发现这种做法对他们并没有带来好处 因此他们现在正在寻求修补关系的方法 这一努力在加拿大主动接触中国这一事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不是反过来 这种情况强调了北京作为国际外交主要枢纽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都希望在这利益进行接触 因加拿大人正前往北京 适度修复损害 关于中国会支持贾斯汀特鲁多的理论 实际上是毫无根据荒谬的 我怀疑的是 美国在加拿大的朋友们 对加拿大向中国发起的新外交努力并不完全满意 他们开始散布关于中国试图影响加拿大选举的惯用恐吓故事 没有人向我解释过这种事情 如何可能发生 中国怎么能影响加拿大的选举呢 他们应该做什么 资助某人吗 情报机构会立即发现这种行为 或者他们应该公开 声明支持像贾斯汀特鲁多这样的人吗 整个想法如此荒谬 很难相信人们真的会推广这些观点 并且认真对待 是的 中国仍然感到非常被背叛 尤其是因为他与加拿大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的时代 他是承认新中国的人 不 我同意 而且你知道的不仅仅是中国人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近年来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逆转的国家 加拿大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他们一直非常支持多边主义 支持联合国任务 并寻求建立桥梁 他们以外交的诚信和质量而组成 嗯 那已经烟消云散了 至于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真的不太确定 可能有各种各样 No one's in that are fabs You web is small Why do you get statterbite and brave think you're But I'm not that familiar with Canada I must say 嗯哼 是的 我记得我们可能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我住在瑞典的时候 加拿大背包客总是会展示加拿大国旗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想被误认为是美国人 担心有些人可能对美国抱有敌意 加拿大人被视为好人 是那些远离麻烦的人 所以他们的信号是我们没有射击 所以没有必要针对我们 Do you web is? Do you web is? OK I remember that Absolutely I mean no question I mean that is entirely correct 当然这是正确的 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以区别于美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 在越南战争期间 加拿大成为了许多逃避美国征兵的 年轻美国人的避难所 因为他们不想在越南作战 这一行动反映了我记忆中的加拿大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出现的加拿大与之大不相同 理解这种转变并不简单 转向中国的邻国菲律宾 最近马克思小子宣布将不再建立军事基地 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两个军事基地 但将不会再有新的了 看起来菲律宾有所软化 与此同时一份报告在中国媒体上浮出水面 我也在西方媒体上看到了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并不是新的 它来自于2022年 标题是 马克思小子继续逃避美国 法院353百万美元的藐视判决 报告明确指出 在2019年8月 一位新法官德里克沃森将藐视判决延长到2031年1月25日 这意味着美国法官德里克沃森 随时都可能对马克思小子发出逮捕令 不是吗 这不就是他的意思吗 这正是他的含义 这揭示了很多 因为他展示了如何对某人施加压力 在这个例子中是小马克思 我并不是说如果这个案例不存在 他的政策会有很大不同 但事实上他确实存在 而且他知道并且对此感到担忧 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行动 我也有这个问题 这难道不是根本上关于自觉吗 完全独立是相当困难的 不是吗 以英国为例 英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吗 考虑一下朱利安·阿桑奇案件的情况 他根本就不是完全独立的 不是吗 如果你选择成为美国的朋友 你会很快发现这一点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让自己成为他们的朋友 就他们而言 他们拥有你 这总是这样发展的 除非你非常小心 你会很快发现他们确实拥有你 来自他们的压力简直是巨大的 我曾经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人员交谈过 他们告 受诉我 美国人总是在那里 总是在推动 总是在武力相向 总是在欺凌威胁要求 从事国际事务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如果你为他们打开门 他们不会仅仅是进入 他们会闯入 而且很多人会这么做 在英国 你完全正确 阿桑奇案件是一个恐怖的例子 作为一个曾经在当前案件审理地点工作过的人 并且知道法律系统应该如何运作 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发生了什么 看起来 我所理解的机 所有被Jerrit Storrsward法律程序都被颠倒或灭 美国非常擅长通过法律案件 控制像马克思小的这样的人物 例如藐视法庭 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在英国 他们采用不同的策略 但同样霸道 关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国国会的演讲 中国有传言称 他的演讲稿是由一位美国演讲稿撰写者编写的 虽然我没有找到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 但他的演讲语调 确实与美国的言词非常一致 至少他的演讲似乎受到了美国的重大影响 你怎么看 哦 绝对是的 我们总是听说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两国之间有很多历史 然而二十到十年前并非如此 日本有兴趣解决与中国的问题 他们认为中国会怎么做 入侵他们 政府他们 改变他们的政府 接管他们的国家 我无法想象日本会有人真的相信这一点 因此对日本来说 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更有意义 这要在经济上完全说得通 我在伦敦的家里 有一些标着日本牌子的家电 但当你仔细看底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是中国制造的 换句话说 这些都是中国的工厂为日本公司生产的商品 而且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我记得例如在一九八零年代 当日本人意识到中国开始开放时 他们极为热情 他们势之为克服所有问题的绝佳机会 他们的 他们的 我们可以促进与中国的关系 并培养友谊 然而我们现在观察到 日本政府采取了坚定的亲美立场 这种做法重新激起了旧冲突 并鼓励了日本一些非常不愉快 且坦率地说很危险的人物 鲁莽行事和不愉快 这种情况对日本没有好处 但它对美国有利 美国明白要对抗中国 它需要盟友 没有日本 它在太平洋上 Yuvi Stanton 尔和Sting 在中国引起关注的一句话是 今天的乌克兰 明天可能是东亚 这句话得到了一阵掌声 许多中国人都在严肃地质问 你想成为明天东亚的乌克兰吗 我正要提出同样的观点 为什么日本会羡慕乌克兰的命运 一个坚定的美国盟友 即使在我们讲话的时候 也正在被摧毁 这真的是日本想要的吗 这真的是一位日本领导人 想要做的比较吗 你说的绝对对 如果美国人实际上写了那篇演讲 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 这肯定是事先经过仔细写逮 关于中国的另一件事是 最近有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关注 文章的标题是 美国必须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而不是管理这种竞争 这篇文章发表在外交事务上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人注意 是因为作者马特·波廷格 是特朗普政府下的 副国家安全顾问 我认为他专注于亚太地区 迈克尔加拉格尔最近离开了国会 他是众议院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因此这两位个体代表了华盛顿 下一代政治家或影响者 对我来说 这篇文章的不凡之处 在于他们实际上对我认为是冷战管理策略的基石 进行了轻视和嘲讽 冷战没有升级为热战或核战 部分原因是因为缓和政策 但他们的状态方法 你怎么看 这真是令人震惊且完全误导了 这显示了这些人有多么危险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个 想要战胜中国的想法的彻底荒谬 谁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真正战胜中国呢 考虑到中国三千年的历史 想想所有那些曾经面对中国的群体 例如 匈奴 如果我发音正确的话 蒙古人 日本人 等等 他们真的建议战胜这 样一个历史力量吗 他们认为他们会这么做 难道不是更有可能他们会被打败吗 当然 这是假设他们在此过程中 不会毁灭世界 整个想法简直疯狂 这是疯狂的表现 他展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敌意 好战性和傲慢 而且这还发表在外交事务上 有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 这表明美国的一些人彻底不理智 为什么有人宁愿谈论胜利 而不是管理关系呢 赢了甚至意味着什么 他们打算占领中国吗 那需要做些什么 嗯 这完全正确 这甚至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些人自己是否知道 我认为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可以想象会出现各种可怕的情况 我记得读过一本书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一本疯狂的书 真的很疯狂 我从未读完它 书中作者谈到需要分裂中国 我的意思是那种严肃的事情 换句话说 对中国人民的直接公然攻击 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那是中国也没有今天这么强大 我不知道这些人认为他们在做什么 或在谈论什么 但他们以这种方式谈论实在是非常可怕 他们也想要把俄罗斯分裂开 不是吗 把它分成几块或者什么的 他们喜欢称之为去殖民化 确实如此 毫无疑问 他们想要做同样的事情 从新疆开始 然后转向西藏 大概还会涉及到满洲国这样的地方 我们开始进入那种世界 这些都是疯狂的计划 但这并不意味着持有这些计划的人 就不那么危险 归根结底 这不是关于战胜中国 而是关于无限期的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最近我看到了你与你的同事 亚利克克里斯托弗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对话 米尔斯海默关于伊朗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你们讨论了伊朗的情况 他认为 如果目标是阻止伊朗人发展军事能力 解决方案是停止威胁伊朗 他建议 我们应该避免激怒和挑衅伊朗 而不是采取这样的行动 这一逻辑同样是用于中国 如果目的是防止中国发展先进武器 那么用军事基地包围它 挑起其邻国间的麻烦 以及实施制裁 都是适得其反的 然而似乎他们唯一知道的策略 就是用军事基地威胁伊朗和中国 引起其邻国的不满等等 这绝对正确 这似乎是他们所知道和理解的全部 梅尔斯海默教授虽然对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但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极大的尊重 并且经常访问中国 他对这种政策风格感到绝望 无休止 毫无意义的好斗 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最终可能引发一场危机 将我们所有人卷入其中 他对此感到绝望 我们在西方的所有人也应该如此 最令人警觉和害怕的是 这些荒谬的想法 不仅在被传播 而且还在被付诸行动 你提到了围绕中国的军事基地 和关于建立导弹站的讨论 是 在第二还是第三岛链上 我忘了是哪一个了 所有这类的事情 美国和欧洲的人们应该站出来说 停下来 这没有意义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真的想要和中国开战吗 我们不能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吗 这难道不会让我们陷入另一个和中国的混乱之中 类似于我们因乌克兰而陷入的混乱吗 现在如果有令人安慰的事情我想分享 那就是中国媒体中也有一些讨论 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 在亚洲 尽管存在差异 似乎有一个共识 对美国的信息是 如果你想让我们参战 你需要在这里 你需要参与战斗 所以即使是菲律宾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似乎以一种方式行动 那就是 好的 如果你想让我们与中国开战 你需要在这里 然后我们会加入你 现在 当然 美国想要的是 好的 你们先与中国开战 我们将提供给你们武器和资金等等 看来连菲律宾都有这样的理解 日本可能也有同感 台湾也是如此 但程度较轻 然而台湾的情况独特 尽管如此 看来台湾不敢与大陆发起冲突 更重要的是 即便是中国似乎也有这种感觉 就好像中国在说 我不会为你打代理战争 如果你想和我战斗 你需要来这里直接面对我 这意味着在代理战争中 本质上是美国在代表作战 这意味着美国在幕后没有受到伤害 受影响的全是其他 像是菲律宾 甚至中国本身 中国的态度是 如果你想挑起战斗 就来这里跟我开战 我会奋力反击 但我不会去打你的代理人 这似乎现在已经成为亚洲的共识 特别是在观察了乌克兰的情况之后 显然 泽连斯基非常希望美国能够介入 他几乎到了绳子的尽头 但亚洲能看到这一点 共识是他们不会参与代理人战争 这就是我所相信的 不,这完全正确 我认为这或许也是乌克兰战争的后果 当然还有其他战争 但主要是因为乌克兰 认为为美国打仗 完全是一场浪费和灾难 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 这让美国人可以在背后隐藏 同时发表各种惊人的言论 然而真正付出代价的是前线的人 而美国人可以简单地走开 亚洲人表示 他们不会让字基础于那种位置 他们拒绝在别人的命令下 邀请自己的毁灭 只为了最后独自面对后果 中国人说他们不会允许这样做 如果你想在太平洋地区制造冲突和问题 你必须明白 即使你想隐藏在别人背后 你也是积极参与其中的 他们不会玩代理人的游戏 这不是象棋 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现在这不是美国人喜欢的 美国人不喜欢直接参与战争 尤其是对抗他们所说的同等对手 这一身一方面比他们自己更强大的国家 这不是他们的方式 所以这已经开始影响美国在太平洋的行为了 这意味着 如果美国目前不打算直接介入 至少亚洲不应该有任何重大冲突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好事 对吗 当然这只是理论 我们绝不能低估那些野心勃勃 愚蠢 鲁莽 容易受惠或天真的人的存在 这些人可能会相信美国的承诺 让他们更深低估的怨恨 可能有一两百年历史 浮现并影响他们的行动 所以我担心当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进入某个地区 试图破坏一切 破坏关系 并使人们相互对立时 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放松 但是 是的 保持克制很重要 然而在欧洲情况并非如此 不幸的是 乌克兰人急于加入这场胜战 相信在美国的支持下 他们会成功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怀恨在心 这背后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现在不打算讨论 因此他们认为在美国的支持下 他们可以击败俄罗斯人 他们称之为莫斯科人 他们相信自己会胜利 然而 他们现在意识到 美国的承诺 可能不会总是实现 至少不是以他们期待的方式实现 总有风险 亚洲的某些人 可能会天真的跟随这一路线 但通常亚洲领导人 阿伯仁不天真 美国对亚洲政治文化的 英格斯 不如对欧洲的影响力 这时 我们不太可能在亚洲 再与欧洲相同的 Curse Steps Mord 那么我们就把焦点 转移到中东 我相信伊朗也表现出了 相当大的克制 美国和以色列声称 他们拦截了99%的攻击 如果这是真的 那确实值得称赞 然而 伊朗声称 它集中了 它打算攻击的目标 包括一些军事基地 据报道 还有一个与摩萨德有关的建筑 看来双方都在宣布一种胜利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 双方都 满意那么 地的结果 那我们就 继续吧 但不 美国显然正试图说服伊朗 允许以色列进行象征性打击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明显 伊朗人已经拒绝了 否则这事就不会被泄露出来 此外 以色列的战争内阁 现在说他们将对伊朗进行有力回击 这是两天前报道的 我们还没看到 但看起来 在以色列内部仍然有非常鹰派的声音 想要报复 所以我们还没结束这件事 对吗 哦不 我们根本就没有结束这一切 事实上 它仍然极其危险 我的意思是 你所说的关于伊朗的一切完全正确 伊朗几十年来面临极端挑衅 刺客被派往伊朗 暗杀伊朗科学家 伊朗官员被公开暗杀 美国经常在公海上扣押伊朗船只 并对伊朗实施各种制裁 此外 美国同意与伊朗达成核协议 后来却又反悔了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 一次又一次的威胁 以及试图阻止伊朗经济发展的企图 还有企图煽动起义 反对伊朗政府 伊朗人民忍受了这一切 并在这些年里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 许多国家不会表现出伊朗所展现的同等程度的克制 伊朗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克制 简单来说 这是一些人或许不理解的 它是一个历史悠久 文明丰富的国家 他们对国家治理有着深刻的理解 并且能看透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试图做什么 他们试图将伊朗引入另一场战争 这最终可能导致伊朗的分裂或毁灭 我认为本月初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做了过头的事 那就是攻击了位于大马斯格的伊朗大使馆 这一行为等同于攻击伊朗领土 伊朗人说 看,如果我们做事不管 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们就会继续做更多同样的事 我们可能会被逼到墙角 可能真的会开始冒险一切 所以我们必须作出回应 重要的是 T-Earth Wave and Fajanath T-Earnet T Dits' 自折磁疾 Goradabos 5公斤是T-Earnet T1 伊朗的在美国人行逃人 他们向美国人通报了他们的意图 他们小心翼翼地选择军事目标 而非平民目标 显然不是意图造成大量伤亡 他们展示了武力 并声明他们不希望局势进一步升级 此外,在发动攻击之前 他们还接洽了联合国安理会 这一细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他们提议 如果安理会能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对他们大使 以管的攻击,他们将克制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然而,美国人否决了这一提议 一份声明草案被起草出来 但美国人明确表示 他们不会允许它通过 伊朗面对非常挑衅的行动 表现出了极端的克制 我忘了提到,围绕伊朗的是一个由美国控制的电视和广播频道网络 这些频道不断地向伊朗广播反政府宣传 其规模在其他国家中是无与伦比的 面对这一切,伊朗人表现出了显著的克制 回到最初对他们大使馆的攻击 他们必须明确表示他们不能再容忍 他们不能接受对他们领土的象征性攻击 这甚至是什么意思 所以,美国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想与伊朗开战 明白伊朗尽管如此,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它虽然不如中国或俄罗斯那么强大 但仍然很重要 他们不想与伊朗开战 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以色列盟友来控制局势 他们告诉以色列人要接受胜利 不要逼迫,不要攻击或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然而,以色列人有自伊尔吉的议程 他们在加沙的战争中正处于失误 连华尔吉斯巴斯巴尔都承认伯利伯 他们面临着塞的巨大政治威惊 他们的经济正在急剧下滑 那么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寻找另一场战争来分散注意力 并试图摆脱他们的政治困境 他们还希望把美国人也拖进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这种拉锯战 以色列人想要强硬出击 而美国人则恳求他们不要这么做 他们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 我们将看到哪一方占上风 明显想要强硬进攻的以色列人还是宁愿 以色列人根本不发动攻击的美国人 我觉得拜登并不真的想介入 而且他得到了很多支持 但与此同时 像约翰·博尔顿这样的人 在CNN上花了一个周末 说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讨论伊朗的潜在目标 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如何打击伊朗 然后当你把这个和我之前谈到的 关于像波廷格和加拉格尔这样的鹰派人物结合起来 所有这些鹰派个体 还有一群非常危险的鹰派人士 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对吧 所以说什么都不会发生 这不太确定 不是吗 哦不 这根本不是肯定的 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 最终 这些非常危险的人将获得控制权 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 自己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危机中 然而更有可能的是 我不会对此下注 我认为 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 而且因为拜登政府明白 广大美国公众不希望美国再次卷入中东战争 他们会找到某种方式来回撤 但这样做只会让像波廷格和波尔顿这样的人 更加愤怒和更有决心去发动他们渴望已久的战争 他们几十年来一直渴望与伊朗开战 现在非常接近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他们得不到战争 他们会非常愤怒 这只会让他们下次更加坚决地推动他们的战争计划 我不明白的一件事是 为什么内塔尼亚胡反对JCPOA JCPOA是由巴拉克·奥巴马发起的 旨在阻止伊朗发展其核武器 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 虽然我理解内塔尼亚胡不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但归根结底 这项协议意味着伊朗将停止发展核武器 这对以色列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 他为什么如此坚定地反对它 我不明刻 萨莱 因为他真正想要的是伊朗的政权更迭 他不希望伊朗完全重新融入国际社会 取消所有制裁成为中东地区一个良好的国家 同时伊朗将继续强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并希望看到巴勒斯坦领土的政治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所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我不认为内塔尼亚胡本身对伊朗的核计划是敌对台 Tatured Edison 是伊朗本身 他制造了一个幻觉 认为伊朗人即将获得一枚核弹 这是他20年来一直在声称的 如果伊朗真的打算获得一枚核弹 他们做这件事花的时间确实很长 然而内塔尼亚胡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并不真正是为了阻止伊朗的核武器计划 相反 他主张轰炸伊朗 相信这将导致政权更迭 这种信念是错误的 此外 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理解是林诺汤 这位问题是The Nell Fordenska Forder Thapskut 美国国会因为中国购买伊朗石油对中国进行了制裁 这一举措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他们刚刚在众议院以383对11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 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决议何时会提交给参议院 但我发现这是他们惩罚中国的又一种奇怪方式 如今似乎一切都在指责中国 通过这样做 他们实际上迫使中国和伊朗放弃美元 我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在使用美元 但这又是他们完全抛弃美元的另一个理由 他们真的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后果吗 不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完全正确 看起来一切都要怪中国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取胜 就怪中国 如果中东出现危机 也怪中国 如果伊朗的经济没有崩溃 那也是中国的错 一切都被归咎于中国 我最近在英国媒体上读到一篇文章 暗示所有这些战争都是相互关联的 中东和乌克兰的危机 以及人们购买黄金对美元施加压力 都被归咎于中国 你看中国人被指责试图统治世界 所以他们在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制造所有这些麻烦 不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首先 他们对于当前的对手 有一种偏执的想法 而美国的偏执 则是从一个目标 转移到另一个目标 目前是中国 不久后又会是其他国家 同时 他们对自己的力量 有着非凡的信念 他们认为 通过对中国因从伊朗进口石油 而实施上一些戏剧性的事情 要么中国将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 导致伊朗的崩溃 要么面对这些可怕的制裁 中国将会崩溃 这就是这种逻辑的全部 on逻辑的全部 但这是荒谬的 这是一个荒唐的政策 他实际上在做的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给世界贸易 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现在对很多人 实施了如此多的制裁 加上所有这些 刺激制裁的威胁 一直存在 如果你是一名船东 你面临着重大的不确定性 例如 如果你是一名船东 你去巴基斯坦的一个港口 装载一家中国公司的货物 你不知道你是否会因为 接受那些货物而被制裁 这是因为那家中国公司 可能有一个是 另一家中国公司的股东 而这家公司又持有 另一家公司的股份 该公司又从伊朗购买石油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 设计其中的人来说 是一场噩梦 并且对世界贸易 产生了重大的灾难性影响 这个副作用是 它让人们更不想使用美元 对吗 当然 这正是美国现在力量的来源 因为它不再是世界上领先的工业国家 这个地位在大约十年前就丧失了 它也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 正如乌克兰战争所明显展示的那样 然而 它仍然控制着全球金融系统 因此 通过滥用这种控制 美国激励其他国家创建一个替代系统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的 关于乌克兰 我还读了《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 文章指出 美国对以色列上空的防御 引起了乌克兰的羡慕和愤怒 据说 泽连斯基在美国及其盟友上周末 为抵御伊朗的大规模攻击而迅速介入 保护以色列后 表达了挫败感 这一情况凸显了西方对基辅支持的限制 文章是这么说的 现在当然 泽连斯基对此感到羡慕 到目前为止 泽连斯基必须意识到 他只是一个棋子 对吧 他是一个小族 那么 他怎么会不明白这就是游戏的规则呢 但最近我认为布林肯也再次暗示了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现在 泽连斯基唯一考虑的是 只要乌克兰能加入北约 那么所有这些事情还是值得的吗 这是他仍然坚持的想法吗 是的 他确实会抱着那种希望 但让我们回顾一下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他强调了一种嫉妒感 因为美国愿意在以色列上空击落伊朗导弹 却不愿在乌克兰上空击落俄罗斯导弹 这并不是美国人故意选择保护以色列 而服食乌克兰 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 并没有那么简单 现实是俄罗斯远比伊朗强大 美国人很轻 这种风险刺以色列上空的美国飞机 不会被伊朗击落 因为伊朗没有那种能力 而俄罗斯却有 这是根本的不同 问题在于 西方媒体和美国政客 常常未能认识到这些基本的力量现实 他们不愿承认美国力量是有限的 他们将其框架为一种选择问题 美国选择支持以色列 但不以同样的方式选择支持乌克兰 泽连斯基似乎也有类似的看法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看来泽连斯基并没有完全掌握游戏规则 这是乌克兰观点的另一个问题 他们带着对美国实力过于乐观的看法 以及对俄罗斯能力的低估 进入这一局面 他们相信在美国的支持下 乌克兰会轻易地战胜俄罗斯 因为两国之间的力量差距被认为是巨大的 许多乌克兰人仍然抱有这种信念 认为美国有能力代表他们击败俄罗斯 这导致了一种来自乌克兰的背叛叙事的出现 这种叙事 你现在没有真实 带着强连斯基兰的国家 进入天室的阶级 他们完全误判了形势 绝对的 说到这个 乌克兰的抵抗能持续多久呢 一位来自中国的自媒体人深入乌克兰 做了一些有趣的观察 他明确表示 他不支持任何一方 他只是想向人们展示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方面 他展示了前线和乌克兰一些被彻底摧毁的地方 另一方面 在基辅等城市 对许多人来说 生活似乎照火旧 他评论了一个问题 基辅的决策者感受不到战争的破坏 所以我的问题是 俄罗斯一定意识到这一点了 对吧 为什么俄罗斯不加大力度 比如轰炸更多地方 让乌克兰人感受到战争的痛苦 这可能会让他们更渴望结束冲突 当然 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 我们不能确定俄罗斯的想法 或者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出某些决定 有趣的是 你提出的问题在俄罗斯内部经常被讨论 如果你访问俄罗斯的Telegram频道 你会发现 人们在问 为什么俄罗斯不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他们想知道 为什么俄罗斯不在可能的情况下 攻击迪耶伯和尚的桥梁 为什么不摧毁基辅的决策中心 为什么不瞄准 泽连斯和其他领导人 或者为什么不摧毁基辅 我们显然有能力做所有这些事情 但为什么我们不做呢 现在我不认为有人能简单解释这个问题 唯一真正知道答案的人在克里姆林宫 但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一些解释 首先 我认为俄罗斯人想要一场缓慢的战争 因为他们担心乌克兰的突然崩溃将难以控制 鉴于他们起初拥有的军队相对较小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俄罗斯人可能会计算他们行动的风险 他们担心 如果他们开始采取侵略行为 可能会在美国人和欧洲人中引起恐慌 这种恐慌可能导致鲁莽的决定 比如马克农总统讨论的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这将给俄罗斯人带来重大问题和复杂情况 第三还有国际维度 俄罗斯人意识到 赢得对乌克兰和西方的军事行动和赢得全球政治运动同样重要 他们的目标是说服向巴西中国 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 印度等国家 俄罗斯人是在合理行事 他们想展示他们并非意图摧毁乌克兰 杀害乌克兰人民或破坏这个国家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应该被低估 最后这是外界很难理解的一点 一些俄罗斯人 特别是普京总统本人 对采取激进行动有所顾忌 这不仅仅是因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关切 还因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联系非常紧密 许多俄罗斯人仍然将乌克兰人视为基本上是自己人 基辅曾是俄罗斯的首都 对俄 俄罗斯东正教最古老的教堂 所以发动攻击 一些俄罗斯人仍然难以做出的决定 所以我给你列出了一整套原因 我不确定这些原因中的全部 一部分还是没有任何一个适用 或者背后是否有其他计划 但是如果你退一步想想 与俄罗斯人自己交谈 你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解释 我也想知道对普京来说 消灭乌克兰内的纳粹分子是否非常重要 为了实现这一点 正如你提到的 一场缓慢而漫长的战争 可能比彻底崩溃更有效 因为它针对那些元素 而不是完全根除它们 这可能也是他们策略的一部分 我猜 哦 绝对是 我认为这是俄罗斯人完全理解 但西方人不理解的事情 例如俄罗斯人记得美国人 如何在2003年迅速进入伊拉克 似乎在大约三周内占领了整个国家 然后发现他们无法控制它 现在俄罗斯人不想被置于那种境地 他们的目标是打破乌克兰的抵抗 他们的主要目标与他们的军事教条一致 是通过瞄准其武装力量来摧毁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他们知道这需要时间但他们专注于实现它 他们研究了历史 注意到长期缓慢的战争通常会导致稳定的和平 相比之下 快速戏剧性的散电战 往往会让胜利者最终途径不妙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瑞士的情况 有一个名为亲瑞士的倡导团体 已经收集到足够的签名 要求就关于瑞士中立性的宪法修正案 举行全民公投 这些修正案明确指出 除非遭到攻击 否则瑞士应避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 同时也应避免实施任何非军事强制措施 如制裁 看来他们收集到的签名超过了所需数量 这比尼斯尼特斯很可能会举行公投 这比尼斯尼特斯很可能会举行公投 这比尼斯尼特斯人民并不支持他们的政绩 但那一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批望保持严格的中立 我认为这完全正确 必须明白 瑞士在这场冲突中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反俄立场 通过实施制裁 并与西方结盟 俄罗斯人正确地指出 这样的行动阻止了他们将瑞士视为一个中立国家 这对瑞士政治阶层来说很难接受 因为他们与西方紧密相连 然而对于一直将中立视为神圣的瑞士人民来说 这种情况尤其具 宗教 这在历史上对瑞士来说一直运作良好 应该被提及 对许多瑞士人来说 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中一定非常震惊 我非常有兴趣看看这次公投是否真的会发生 如果瑞士人投票支持这项修正案 重申他们在中立性上的历史立场 我也很好奇结果会如何 我完全确信 就像英国的脱欧投票后发生的那样 瑞 诺里斯的政治阶层将为 Ginichit Athenorin Lippoeth Hatch with the Pope Midsteri Dufanzer Euturio Tumfer Sowinbury Stabirdaphing Sounds 他们行动非常仓促 而且经常违背自己人民的意愿 例如瑞典的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瑞典人不希望加入北约 然而瑞典还是加入了北约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后悔这个决定 关于芬兰 在战争开始时 他们占有了一些俄罗斯艺术品 芬兰有一个展览 展示了俄罗斯的绘画 芬兰表示 他们不会归怀这些艺术品 这个决定让我感到震惊和不解 他们的到底想什么 我记得读到中国媒体说 我们可能永远不应该把任何文物送到芬兰 然后几周后 芬兰恍然大悟 说 哦 不 不 我们会归怀他们的 但我认为伤害已经造成了 瑞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当他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时 大量资金流出 资金转移到了新加坡和香港 我认为 瑞士部分民众在想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再次 即便他们重新考虑 我认为伤害或多或少已经造成了 他们为什么不再做出如此重要的政策变动时 花时间仔细思考呢 你绝对正确 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在这些国家内部 本应需要经过激烈辩论的重大变化 却如此迅速地发生了 原因是那些想要做出这些决定和改变的人 不希望发生辩论 如果真的进行了辩论 很可能的结果会与他们所希望的正好相反 所以他们匆匆忙忙地推进了这一切 你说得对 在西方 我们所有的觉 测得起东北的秘密和仓促的方式 Tanny做出的 我们从不彻底思考事情 结果总是在这边 尤其在中国 人体最大的市场用的 Stance变得多么混乱 政治领导人不再坐下来咨询专家 或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系统的审议事物 相反 一切都有少数人在私下做决定 往往还要承受来自大洋彼岸朋友的极大压力 这就是他的运作方式 你提到了瑞斯 芬兰和瑞典 俄罗斯人自己感到最为痛苦的 远远是芬兰 芬兰当然是俄罗斯的邻国 它曾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在帝国时期被赋予了非常广泛的自治权 芬兰语在俄罗斯得到了 Ecomerzer强有力的支持 她拥有自己的议会 顺便说一下这个议会是欧洲第一个允许 与妇女投票的议会 芬兰获得独立后 与俄罗斯进行了两次战争 冬季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双方进行了领土交换 鉴于芬兰一度有一个相当大的共产党 俄罗斯本可以对芬兰施加非常沉重的惩罚 甚至将其完全吞并回俄罗斯 或者强加一个共产主义政府 然而他们接受了芬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继续存在的条件 即芬兰必须始终保持中立 这一承诺现在已被违反 引起了普通俄罗斯人的广泛愤怒 他们感到非常被背叛 他们极不可能原谅芬兰这一违约行为 当人们做了一些他们内心深处知道是错误的事情时 他们往往会做得过分 甚至超出了应有的范围 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正如我提到的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对芬兰人来说 加入北约是一个非凡的决定 为了说服他们的人名 这是正确的 他们不得不在芬兰本土 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额宣传活动 这场宣传活 Donserikmar its guru carevertis lower theat cheater dramward in a siddic-di Remember shown Yrupinemoso Just the Ealing Mence 是的 就像我说你们爱 损失 损害已经造成了 现在我们知道 芬兰可以磨收你的艺术品 所以不要寄任何有价值 都你永远不知道 嗯 俄罗斯人 他们两次原谅了 芬兰参战的行为 下一次 可能就不会这么宽容了 这将是芬兰人民 为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人 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他们没有投票做出这个决定 这是别人为他们决定的 好的 让我们谈谈轻松一点的话题 比如巴黎奥运会 我们之前讨论过 由于水质太差 三项全能的游泳环节 可能无法进行 奥运会的另一个方面是安全问题 看来法国政府正在联系 大约40个国家寻求安全援助 这是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局势 还记得慕尼黑大屠杀吗 他们真的不想重演那一幕 所以安全问题变成了一个噩梦 与此同时 警察 医生 清洁工和其他人士都威胁要罢工 如果他们不获得加薪和额外的假期 整个情况现在看起来很混乱 这不是挺有趣的吗 这绝对有趣 而且完全不令人惊讶 如果你对法国有所了解 这可能不会让你感到震惊 我曾经非常了解法国 因为我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那是一个高效且管理有序的地方 然而 今天的法国似乎有所不同 上一次我在2018年访问 不是在巴黎 我惊讶地发现他在某些方面 变得不那么友好了 所以 这一切都不让我感到惊讶 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 混乱且无组织的奥运会 这将是1900的遗憾 因为它本应是一次大型庆典 Your time Remember? 是的 另一个问题 是他们停止使用华为的设备 进行5G通信 然而现在他们面临着 所有运动员 和其他相关人员的通信问题 所以 他们正在考虑回头找华为 看看他们是否能迅速 建立一些设施来改善这种情况 仅供参考 你刚才说的关于 你没有深思熟虑 你的决定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 这就是一个例子 是的 安全形势确实很严峻 我相信会有重大的安全挑战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当然 非常严重 我真心希望一切都不会出错 如果真的出了问题 那将是可怕的 曾经 人们可以依赖法国人 当我住在巴黎时 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 与伦敦相比 巴黎的安全和警察的存在感 要强得多 那是一个管控非常严的地方 法国人对秩序的需求感非常强烈 但显然 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是的 我们会看到的 我会关注的 我喜欢奥运会 因为每个人都那么开心 这就像是一个大聚会 大家都聚在一起 所以我其实很享受 观看奥运会 我过去很喜欢看奥运会 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例如 雅典奥运会让我充满了激动和幸福 同样 伦敦奥运会也让我非常开心 虽然他们没有2008年 北京奥运会那样宏大的规模 但他们是快乐和幸福的活动 他们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聚集在一起 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 尽管他和我童年 时期的样子不太一样了 我记得我60年代第一次来到伦敦的时候 奥运会首次举办是在1968年 然后是1972年 你可以沿街走过 看到所有的商店都在出售电视 播放着奥运会的片段 人群会聚集在商店橱窗外 只是为了看奥运会 因为这是一个如此重大的事件 人们是如此的投入和参与 也许现在的规模不再像那样 但它仍然可以是一个非常快乐和欢乐的事情 你总结得很好 有些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幸福 绝对如此 非常感谢 你又一次带来了有趣的讨论 太好了 谢谢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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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